下午的四點鐘 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我們的觀眾現在越來越多 連高雄林小姐都都運進來了 對 不過高雄林小姐很關心的 就是這個韓國瑜 跟郭台銘之間現在的關係 畢竟因為這個郭董要拼初選 把他當大選再跑 除了行程很密集之外 也有很多的發言非常的嗆辣 感覺他是要跟韓國瑜捉對廝殺 總是要找一個主要對手對不對 所以今天有一些最新的新聞上的發展 帶大家來看看 感覺為什麼我說郭台銘在單挑韓國瑜 因為明明大家都覺得 假設你藍營國民黨分裂的話 很可能拉肚子了 就肥到柯皮了 柯皮就腸壯了 但是郭台銘董事長不這麼認為 我們來看看這幾段對話 首先這是朱立倫 也是早就已經第一位宣布要參選 國民黨的總統的黨內初選的 他說柯文哲的支持者跟藍營是有些重疊的 可能有一些淺藍 有一些中間選民 如果國民黨分裂互相攻擊的話 很多失望的選民就會轉上支持柯文哲 那這個說法事實上在近期的集分民調當中 也有看到這樣的結果 But 這個郭董就說了 他說我跟韓市長可以分工合作 在中央跟地方的分工 跟大家在拼經濟的每個地方我都會跑 我想這個票我有信心會到我這邊來 他的意思是不是說韓國瑜留在高雄 你不要選總統 然後韓國瑜的票就會跑到郭董這裡來 郭董很有信心 那昨天其實兩個人有一個小小的交鋒 就是你還記得他們曾經感情很好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時候郭董有說 要賣水果 然後要把一些投資移轉到高雄 對 他要把一些大陸的投資移到高雄 那這件事情昨天在高雄市議會 也被議員拿出來問了 是不是擔心初選競爭 他就 這個投資就不來了 紅海會不會不來了 對不對 所以議員也有問韓市長 那韓市長當然也說了 他說希望紅海的投資必須要加快速度 因為紅海看得這個想要設廠的地點 這個土地的 是有兩三家的公司也有在拜託 所以我們不能把地控在那裡等紅海 所以希望紅海能夠這個趕快快一點 不然他可能要回覆另外兩三家的公司 郭董也立刻就回應了 他說我的投資地已經看好了 細節都談妥了 紅海將在5月底前交出訂金 就這幾天了 現在其實也已經5月21號了也好 22號了 他說我答應承諾韓國瑜市長的事情 一定會好好做到 因為我會支持韓市長在高雄建設 繼續支持他留在高雄 為高雄來打拼 所以呢 說穿了還是要他留在高雄 說穿了就是要 海市長不要選你留在高雄 所以他這樣講一講 客戶者聲量也許就又增加起來了 但是郭董有信心 他覺得票會留到他這裡來 不過說到郭董真的 他真的超狂 昨天大家應該有看到這個畫面 對不對 就是他怎麼樣 他填盤子 為什麼他有填盤子 這哪一招 是到自己的公司嗎 不是 他昨天去參觀了這個桃園 因為他昨天整天的行程都在桃園 他去參訪了一家生技公司 這家生技公司推的就是環保的清潔劑 所以他昨天不但有示範填碗 然後洗完碗之後 把手指頭放在嘴巴裡面填 所以他先填手 然後再填盤子 他其實最主要是要強調 這個清潔劑是環保的 洗劑是無毒的 所以他不但填了自己的手 接著填了盤子 但是這個動作 這樣現場所有的媒體 大家都傻眼 覺得郭董 可是如果我是這家公司的老闆 我會覺得很貼心 很窩心 會很感動 你敢大老闆願意這樣子 就是很驚人的動作來證明說很乾淨 但我們回到這張圖卡 事實上郭董昨天 如果你說他填盤子 覺得很驚奇的話 其實最近他的驚奇也是蠻多的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頭頂是怎麼回事 你還記得嗎 5月9號的時候 當時郭董已經開始動起來了 他開始要跑行程了 他第一個行程 他到台北花市 就是母親節 他要去買花 當天的驚奇也很多 包括他看到花他覺得很喜歡 他就把整個店的花買起來了 然後隨便都不是買移速的 都是買整打整打 都要一打 店家都不知道什麼叫一打 因為他們都是一束一束 然後就說什麼叫做一打 店家應該是沒有這樣賣過花 所以那天已經夠驚奇了 但就在郭董 這個在花市裡面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突然看到他正前方的 那個攝影記者 扛著攝影機 然後他的鞋帶掉了 所以郭董就這樣立刻蹲下去說 你的鞋帶掉了 我幫你綁一綁綁一綁 這個攝影記者 我是不知道有台這攝影記者 他可能會加這雙鞋子 他也不知道接下來 還要不要穿呢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人說是很親民 但也有人說矯情 其實我覺得舔盤是某些程度也是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 郭董是最近才開始有這種 沒有極限的行為 2017年這個場子 你看他在嘴巴裡面放什麼 他在放草 對 因為當時2017年的時候 郭董的鴻海集團就推了永齡農場 強調的就是完全的有機 完全的無毒 所以當天媒體跟他到永齡農場的時候 他就直接趴跪在地上 然後開始拔草 拔草之後 他就把草直接放到嘴巴吃掉了 那也還好 我以為是趴著吃 不是 怎麼趴著吃 他拔起來 沒有極限 要拔起來才能 他現在會有極限嗎 蹲著綁鞋了 不知道 所以你看我們的標題叫做 下一招不知道是什麼了 他每天的行程都有很多 感覺都有很多的 很會撥版面 對 驚喜 但是從這些照片我們看到 郭董是不是有一個個性 就是他好像想要做什麼 他就是撩下去做到底 甚至包括拚初選 他就把初選當成這個大選在打了 我覺得他幾乎已經在跑 總統大選的規則 所以我一直想說 如果他現在初選就這樣跑 如果他真的代表 共產黨初選的時候 天啊 那哪一個記者 跑到郭董真的 他現在行程列的密度 還有他賠的這一些場面 我們製作人以前說是跑連戰的 他說跟連戰當時選總統下鄉 就是這種行程 所以大家算一算就知道 我們製作人 那年紀大概多少 你壞死了 好 總之我們看到這些行程 5月19 21連續三天 郭董下鄉啪啪燥 那你看 感覺他已經跑了好幾個禮拜了 19號跟20號兩天都是在雲林 然後走了六個鄉鎮 包括農漁民的交流也好 餐鄉也好 作壇也好 醬油工廠 毛巾工廠 以及他到雲林縣政府聽簡報等等 那這兩張照片 這一張就是在這個六房罵 六房罵在雲林小火很頂盛 那你看郭董也下去了 身上淋的都是濕的 當天天氣非常的不好 是下大雨的 所以他也去過爐了 然後旁邊是雲林縣長張立善 還有張榮衛的女兒前立委張家駿 就是因為這張照片讓大家覺得說 張榮衛的家人都環繞著他 張家班是不是表態了 是不是有表態了 從挺韓變成挺郭 他們說法是都挺 都是朋友 但是這個其實滿明顯的 還有這張照片 除了有看到張家駿之外 這個是在 對不起導播 我們再回來這一張 因為這張照片需要來解釋一下 這個叫主任委員林清彪 跟林清彪是 不一樣 他是雲林的 他在雲林的地方上面 號稱優名教主 是非常有詮釋的一個人 而且據說很多政治人物 叫雲林想要見他 都不一定見得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安息府 就是這個行程 台西鄉的安息府 參鄉的行程 郭董不斷跟林清彪見面了 還一起拍了一張合照 看起來互動還滿親密的 對 重點是郭董 一定要告訴別人 他有拍這張照 因為這張照片 我們從哪裡結下來的 就是郭董的臉書上面 結下來的 宣誓意味很濃厚 對 你看意思就是說 我到地方 地方上面非常有勢力的人 都有跟我合照 地方的組織動員 包括有些行程有背板 大家都知道 像這個到那個 你是說這些背板嗎 對 這些背板 然後到四湖的時候 我們大家還記得 高喊酸中痛 郭中痛 喊得非常的統一 這個全都到位了 這個真的是拚大選的規格了 另外來這是昨天的行程 5月21號 清淨海公司 就是剛剛填盤子的那個場子 然後中立區的禮林長座談 就是這一場活動 這一場據說在桃園這附近 竟然有九成的禮長 就是這個區的九成的禮長 都有來參加這個活動 這種真的已經下鄉到禮了 就是他走地方的行程 已經細到是用禮 淋禮做單位了 那四個太陽裡面 好像只有他跑得 我覺得其他的太陽 因為畢竟他們在國民黨 其實都已經耕耘很久了 所以在這個黨務或政治行程 多少也都會有接觸 但沒有想大家都覺得 郭董你這是政治新鮮人 你第一次要參選 你怎麼有辦法走到這麼細 這一定是有內行的人在處理的 只是不知道是誰 現在政壇上傳聞紛紛 只是不知道是誰 然後你看連開南大學 都有一個大大的背板 歡迎郭董 那當然郭董 因為現在開始有沒有 開始下鄉了 很多人就會說 郭董是不是讓很多基層 有一點頭痛 是不是逼著要選邊站了 因為這個初選難免對不對 挺韓挺郭 像張立善如果都挺的話 真的 如果真的媒體要問的話 你說你都挺對誰比較好交代 也就是因為郭董在雲林的兩天行程 掀起了張家班的風暴 除了張立善請他 這一張照片是雲林縣長張立善 在雲林縣政府裡面辦了一個座談 然後郭董來參加 你看他還跟張立善就是表示謝謝 而且當場郭董就指示 包括鴻海 包括詠麟 有很多事情要為雲林做的事情 他就已經交板下去了 對 所以動作很積極 但是這一位是誰呢 這是雲林縣議長沈宗隆 事實上在郭董兩天的雲林行程 有一場不公開的餐會 除了張立善之外 議長也到了 議長也有去吃飯 所以被媒體 當然因為沒有拍到照 媒體就有去問這個議長說 議長 你現在就代表你也跟張立善一樣 是不是對郭董很友好 是不是也挺郭了 沈宗隆就透過媒體說 我是韓國瑜的支持者 所以現在在雲林 是不是縣長跟議長 那縣長有跟媒體講 我是韓國瑜支持者嗎 他說我都是我的朋友 四大 四個太陽 說法力道上就不一樣了 對 但是是不是議長 得要先跳出來表態 不知道是不是要選邊站 效應有在擴大當中嗎 那我們也看到的是 好 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等一下再看這個 像昨天郭台銘全國網路後援會 這是一個支持郭台銘的粉絲專頁 是不是之前本來是挺別人的 不是改名的 這個是本來 對 這個是正宗的 應該算是正宗的 但是他很嗆 你看他第一句叫 請支持韓市長的支持者 離開本版 所以議長不能待在那個版 議長不知道有沒有在這個版上 但是就是如果你是支持 韓國瑜的支持者 你就離開本版 再次嚴重警告 而且還畫了一個 這個郭董很兇悍 然後旁邊 還有這個灑水的 感覺是個灑粉灑水的圖號 說你們的言行舉止 跟在網路上的風評眾所皆知 請你們自律 你們很喜歡鬧版 所以他們叫這個韓粉離開 這個直接就開嗆了 空戰 感覺打得越來越激烈了 同時這一位詹江春 這是桃園市議員 對 之前也跟我們視訊連線過 他昨天也在網路上 他的臉書上默默PO了一篇 他說我看到議會之前 要我連署支持韓國瑜 選總統的議員 今天跟郭台銘合照了 因為昨天郭台銘剛好在桃園 國民黨基層風向有一點改變了 現在詹江春就在我們的視訊線上 我們就要來問問詹議員 到底風向怎麼改變了 好 詹議員 午安安已經上線了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昨天這一篇PO文 說風向改變了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你要不要告訴我們 你感受到什麼 覺得風向改變了 最明顯的 我想今天我的辦公室 就開始就有接到電話 那兩種都有 一千字會有一種聲音 就是非韓不投 那不支持韓 他就一定就是反 那今天我的辦公室 持續接到的電話 是兩種聲音都有 就是應該講三種聲音 一種叫我保持中立 那一種是要求我們 是能夠支持郭台銘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說 希望我們能夠支持韓國瑜 那當然我昨天寫的這一篇出來以後 我也被攻擊了 因為我被攻擊 也認為說我是不是也轉向了 其實因為韓國瑜是我的官教學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背後還有一張韓國瑜的照片 真的耶 你後面是韓國瑜的照片 是 那我的訪客只要來 要跟我拍照的話 就是我一定都要求在這個地方拍照 那但是我寫了這一篇之後 事實上就有被一些意見 就認為說你這個 就感覺好像說我寫這樣子 好像說就是我已經導向 要再帶風向要挺郭台銘的 但是其實並沒有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那講出來 因為當時我們這一位年輕的議員 在議會他就希望說 我能夠幫他連署 就是希望由我們中常會 直接徵召韓國瑜 就是直接選總統 那但是因為我昨天 可能是因為韓國瑜是我的官教學長 所以他就下面都掛在這裡 所以你有幫忙連署對不對 我也沒有連署 你也沒有連署 其實我是說 我沒有連署 我其實以我認為說 最後是誰出現 我就支持誰 其實我們是這樣 那我們希望誰出現 我們希望最強的出現 在我們這樣一路走來 這樣一路看來 一直最強的都是韓國瑜 所以我們希望當時 我們當然是希望最強的 那當然最強的是韓國瑜 當然不支持韓國瑜要支持誰 那我講說感覺風向有變的是說 以前接到電話都一面倒的 就是支持韓國瑜 但是在我今天我的辦公室 既然會有接到電話 我幾個助理 在現場幾個助理 我都做了一家試調 有接到說要挺郭台銘的聲音 竟然有跑出來 那昨天我看到有兩場 其實我是沒被通知的 因為我講了 我的照片在這裡 大家就已經把我框架一個 我就是韓國瑜的人 那所以昨天我就 這個參會我們國民黨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議員 有跟郭台銘有這個便當參會 另外有一位里長就是在我們桃園區 我自己的好朋友好兄弟 我也看到他在臉書上面有這樣的照片 我就打電話給他 他也跟郭董拍照了 不 他是一大群人 就是昨天有基層的座談會對不對 郭董在基層的座談會 我就問他說 兄弟你昨天 郭董你什麼時候這麼紅 紅到郭董找你 一起開這個座談會 他說他也不知道 台北有人打電話給他說 郭董要到他家裡拜 那這個里長就說 那拜訪我一個人沒什麼意義 那不然我就叫我的里民 然後就在這個 對 就在一個空間 一個活動空間 就叫他里民過來 所以他就在他的群組 在他里內的群組 就PO了一個文 就說郭董要過來 結果他告訴我說 他的里民就來了500多位 但是實際上現場有大概六七百位 其他的就是說可能是 別的也有動員 沒有動員沒有動員 封文說郭董要來 所以可能新鮮 大家看到郭董多新鮮的一個人 然後你能夠 以前你只有電視上可以看到郭董 現在郭董活生生的跑到你面前 很多人很新鮮他就過來 他就是很新鮮的想要來看郭董 那但是我有發覺到就是說 這里長有跟我講說 他沒有通知半個議員 在這一場 在這一場他沒有通知 但是現場我們有好幾個議員 有過去 這是我看到的 另外我剛剛講的這個 有超過一半的我們國民黨的議員 有跟郭董有便當餐位 這個是另外一場 這是另外一場是不一樣的 跟基層的這個是不一樣 議員我有一個問題 但是我發的這個文 這個整個韓粉在我的臉 在我的臉書上已經有引起很大的分層 所以我覺得 我是覺得也不叫洗版 我是覺得說韓粉現在 我是覺得好像搞到最後會 我是希望說韓粉能夠控制 因為你會把支持韓國裔的人 支持韓國裔的人會一直好像切割開來 變成說你如果有今天有跟郭台銘有合照 或者說有接觸的 可能你就會變成是對手 你會被抵制 那這樣子對國民黨我覺得會是傷 就像剛剛 剛剛我看到一個畫面說 郭台銘的畫面有寫說 韓粉就請直接離開 請韓粉離開 我覺得好像現在變成是 好像韓粉也在抵制郭粉 郭粉在抵制韓粉 這搞下去我怕我們國民黨要團結 不能再這樣搞 真的打倒下了 議員 我看你的PO文 用的字眼是比較敏感的風向 可是一般我們做選民 譬如說我要選擇哪一個政治人物的時候 我應該是理解他的理念 我跟著他的理念 而不是說現在今天支持誰 這個風向變了我就跟著變了 那議員你是明代 所以你多少要看一下民意 可是那你自己覺得說 所謂的風向會是風向的部分 會是覺得說 外面跟著變了我就跟著變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變 會有這種狀況嗎 我想以我剛剛我講得很清楚 其實以我們國民黨的民意代表來講 坦白講我想挺韓跟挺郭 很多他都不是國民黨員 但以我們國民黨員來講 我們會希望說誰最強就代表國民黨出來 因為我們想贏 我們國民黨想贏 我想這是最實在的 那所以我也在這邊呼籲就是說 挺郭 你就幫郭就好了 你不要攻擊韓 挺韓你就幫助韓就好 不要攻擊郭 否則搞到最後受傷最嚴重 就是我們國民黨 議員請問你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希望互相不要攻擊 但是因為郭董你也提到說 大家會覺得很新鮮 郭董下鄉了 都要大家去看一下盧山珍面目 但偏偏現在韓國瑜市長 是被卡在高雄市議會備詢 所以你覺得這一陣子以來 你在基層聽到 希望你剛剛提到 有人打電話竟然叫你挺郭台銘 是不是也是跟郭董的行程很密集 但是韓市長沒有辦法 全台跑透透這樣有關係 你在基層上觀察是不是 我想這有絕對性的關係 因為我們在今天之前 從來沒有接到電話說 希望我們支持郭董 但他昨天去了 從來沒有過 今天就有了 今天辦公室就接到幾通電話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 你下鄉然後去接觸 人是這樣 既民三分前 你就來到地方 你跟大家既民 原來過檔是這麼親切 當然大家就會想說這個人 也不錯啦 所以說當然人家既民三分前 就有一些人 就是這個目的也不錯 所以說有兩種意見就會出來 這是生成的 然後民意代表大家 就是希望我們會選邊站 一定是希望我們可以 應用我們這樣 好 今天謝謝 詹江村議員 桃園昨天剛好就是郭董 去了這個地方 他跟我們分析了 他昨天的感受 包括他的朋友都有去跟郭董 吃飯跟照想 所以顯然路戰開打之後 人跟人接觸 真的對郭董的這個 不管是支持度也好 聲量也好 好像真的有影響 所以除了空戰之外 路戰的部分 看起來郭董也動起來了 但是這幾天 大家還有一個議題要討論 這個是總統蔡英文提出來的 因為他就拿出了富士康 當時在大陸場的這個跳樓事件 拿來攻擊郭台銘 認為說你這哪叫有青年政策 你哪是幫年輕人 你的年輕人在大陸的工廠 頻頻的有跳樓的狀況出現 但是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這個成天總 他是富士康的前副總裁 他其實已經兩度PO文 要幫郭董說話了 昨天他這個PO文的時間 是昨天下午PO的 他的標題叫做 往事並不如煙 他要來解釋一下 富士康當時跳樓事件的整個背景 他說12跳死亡的公安調查報告 只有少數人可以調閱 但因為他是高層 所以他一定看得到 然後郭勇一定也看得到 他說經過我們的分析 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包括精神障礙者 意圖自殺者 男女情感和家庭的問題者 這12起的意外事件 他說由於媒體在報導 第一例的巨額撫恤金的情況底下 如果大家都還有記得這件事情的話 當時第一起發生跳樓意外的時候 當時鴻海是說他們會給怎麼樣 加上後來加班費的部分 是有百萬的撫恤金 所以跳樓的方式又特別引起媒體的報導 就等於一個推波助瀾的情況之下 讓原本就有一些自殺傾向的年輕人 他就跑來應徵進到富士康 然後是以跳樓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舉例 他說當時深圳的基本工資是900人民幣 加上加班費可以達到1500多塊錢 那百萬的撫恤金 對於這些鄉下來的年輕人而言 確實是一輩子也難以擁有的巨款 所以前來根據協助的外部心理專家們分析 這種犧牲一人造福全家 因為他說有一些親生的他們的員工 事實上還有留遺書給家人說 這個錢就留給他們了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種犧牲一人 造福全家的自殺心態的存在 專家就把這個叫做烈士型的自殺 所以其實當時富士康的跳樓事件 他們內部也有一些研究 一些調查 就認為說可以分成這三類 他甚至說有一些這個往生者 其實他們有發現 他們有在精神科就醫的狀況 這當然是前鴻海的CEO 還有拿出了一些說法 他的一些舉例 在他的臉書上面PO了4000多個字的臉書的PO文 就是要幫郭董說話 幫郭董辯護 畢竟這個富士康跳樓事件 其實如果你一提到富士康跳樓事件 大家都會想說血汗工廠 就會跟郭董連上這個畫上等號 所以會不會因此傷了郭台銘的選情 其實這也是有待觀察的 然後富士康這件事情 勢必在接下來選三個人當中 時不時會被拿出來打一下打一下 所以這個是他陳天仲 就是富士康的前副總裁 就在網路上PO文做了一些的說明 這是當時鴻海內部的一個調查 他也認為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郭董是很心痛的了 這是他的說法 那郭董說到郭董 昨天他的行程在桃園 昨天他在桃園的時候 針對媒體問他說 你要怎麼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因為他覺得很多人現在就仇富 有錢人真的會讓大家覺得羨慕又嫉妒 所以郭台銘也提出說 如果是他當總統的話 他決定要徵富人稅 一起來聽聽看他是怎麼說的 您剛剛提到富人稅的部分 是之後如果你當總統要課富人稅 並且讓壽星階級可以免繳稅嗎 我應該 我剛剛講的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我一直過去在 我沒有政治大會的演習 我就要求徵富人稅 因為我自己是富人 我認為富人多取多得多繳稅 是應該的 這是一個 第二我認為說 基本上我們一個政府一個稅 不管怎麼分 在租稅正義來講 應該擴大稅基 我一直在講 把柄做大的觀念 拼經濟的結果 就是讓政府各種稅收能夠增加 如果政府的經濟外銷好賺錢 整個各方各行業都發達 這種稅收能夠增加 再加上有一些賺錢人 他能夠多繳稅 就增加各種激增的方法 讓稅積增加 稅源就增加 第三個對獸薪階級 所以我都學美國 這個中產階級 這一次捲稅 讓我給大家很多的啟發 我認為 對將來 對存在薪資的勞工階級 或薪資階級 他們如果是屬於 我的傾向是說 多賺錢你多繳稅 稅基要擴大 稅要做大 然後對勞工跟基層的所得稅 能夠減免的 盡量往能夠免稅的方向去走 這是我的政策主張 所以你覺得比起韓朱 你是真的在拚經濟 不是說經濟是不是 我在做經濟 OK 我在做經濟 董老大也是 我問一下那個聲鈔的問題嗎 因為有一些評論家 還是認為聲鈔是您跟那個 聲鈊市政府持股的 然後轉手讓那個 讓利給群創 然後由聲鈔來接單賺錢 我是覺得說 第一個 我們聲鈔也他們 還有這個 我們都 第一個 我絕對沒有聲鈊市政府的 合作合資 我講過 我再到所有的投資 沒有中國大陸政府 任何一毛錢 這我要 我在這裡百分之百的講 現在大家抹紅抹黑 什麼都抹 這個破大便的也有 我想我也就認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個人也沒有任何的一股 也不跟我沒有任何的關係 至於說 將來他們之間怎麼做生意 你問 你問陳超問全帳好不好 我在這裡 我就不方便自己 因為跟我沒有關係 現在在網路上 也可以收看新聞大白話 打開YouTube 搜尋新聞大白話 而且可以訂閱 按下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這個開播的通知 換一句 可以只是小小的 抹黑 按下鈴鐺 我可以 Sergey 說成了 看看 作用 我們 會 呢 可以